位于南投市前秋里前秋路203号前头25支一线的排水沟 因道路旁既有的排水沟通水断面不足导致长期堵塞 每逢下雨无法正常的排水 进而满出至路面经常发生咽水的清新 对此景地方澄清后 县院长修芝也协同县长许淑花前往实地会堪 我们的地乎我们的民宅它跟路面都是紧邻的 那早期在做排水沟的时候都是做比较浅沟的 那我们这个后面呢 那后面我们一直在泡这个AC的时候会越贴越高 所以说很多我们看到这如果漏到这个大湖的时候 这个雨水就会容易很清灌到我们的民宅 那对我们这个住户呢也造成很大的这个困扰 那不只是要做清理也是在场景要有一个改善的方式 所以我们也就委托公所这边 未来我们把整体的水沟从民沟的部分把它做成暗沟 把它加深加宽 那么可以保持这个路面的水沟的畅通 那同时呢也避免这个民宅呢受到一些雨水的侵害 县议员张修芝相当感谢县长许淑花对于地方的关心 率领县福团队前来会堪并云诺改善 也期望相关的改善工程能够紧述的进行 以避免咽水的情况再次发生 进行就是面交 头前的路怎么做怎么办 怎么做怎么办 这个厨房都没有再贴管 所以说这个也都住在大户的时候 这几个河水都会穿在这个厨内 所以说这个北城市把我建议之后 我就把官府政策 官府政策 官长一个人就答应 所以说很感谢官政府的贴政 官政府的用心 所以说如果住在大户 这次过来 如果后来 应该就会改善很多 所以说非常感谢他们用心 感谢所有的人对这条路 这样的用心 由于排水沟长期堵塞的问题 每逢下雨都造成排水困难 除了会腌制炉面外 也有多次造成一旁民宅淹水 对此现场叙述化在会看过后 也表示 此情况有立即改善的必要 将会请先辅相关单位 扁列经费 紧出改善 记者邱平俊 南图市采访报道